学生 1972年4月18月出生于上海 从上小学 就开始在学校组织的画剧表演中小大梁 中学史 由于学校旁边就是上海人艺 所以他经常旷课去看戏 慢慢与剧组混熟了 开始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1990年 学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1998年 学生凭借着画质股票的颜色 成功获得了戏剧界的最佳男主 随后进入影视界 爱情呼叫转移 立位当官和春光灿烂猪八戒 让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了他 学生凭借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观众们一致的认可 成为了很多观众心目中最喜爱的男演员之一 后来时针开始自导自演 大家也曾对其产生剧疑 在娱乐圈中转型失败的导演战多数 比如李琛导演的空贴烈 和九曾经导演拍摄的枝子花开 苏永恒导演的左耳 以及黄磊导演的麻烦家族都不算成功 但是时钉之后发微博表示 本来他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好演员 好好拍戏 但是演艺圈并不会尽如人意 演员那么多 好戏却不多 能落到他头上的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为了保证自己有戏可言 他只能自己开小差转行做导演 说到底还是为了坚持演员吗 最后时针又实际行动证明 演员也可以做一个好导演 先是人在总图支台酒 然后就是港酒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今年的我不是要神 不仅取得了三十 一个高票房 而且口碑也相当的好 但时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坦言 在刚开始当导演的时候 在拍摄的人在总图支台总时 邀请了很多明星都被剧演了 当时真的是急得团团转 但未度他一人不嫌弃 而且至今都对他莫尺难忘 他就是黄博 事实证明 黄博的做法是正确的 该片上映后 不仅片房大卖 人际也是增加了许多 两人也成了很好的搭档 所以今年 黄博导演的电影一出好戏中 薛英也可串了一把 而且还是零片仇 也许是为了报恩 才会让徐征如此仗义 可见两人当初结下的情谊 真的是很深厚 只能说黄博雪中送叛的行为 深深的打动了徐征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娱乐圈的趋势 就是找演员不再是看中演技 而是看中人气和流量 所以现在会有许多烂片出现 以至于很多实力派演员 都为那些好剧本感到可惜 薛中想要做导演 一开始被人家说 是为了追名逐利 但是他用行动证明 他只想拍一部好戏 做一名好演员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是为了 有什么看法 是员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看法 都在12年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看法 感谢观看